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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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帥哥 怨池莉與你同在 今天更新已經很久沒更新的說書節目 因為我這次收到的是兩本書 那我看書的速度也比較慢 我花了將近快要三個月的時間來完成這次的影片 讓各位久等了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的兩本書 分別是基隆警察 以及 種族滅絕 為什麼要介紹這兩本書呢?其實是因為這兩本書 他們給我的感覺都 比較硬派跟科幻 然後閱讀起來的時候很帶感 而且看著看著很容易讓人 投入到其中特別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基隆警察可能會是 一個比較慢熟的書 我之後再跟大家說明為什麼 好那 這次之所以選擇這兩本書除了前面提到 原因之外呢 在閱讀的時候我可以很清楚感覺到 他們每一個故事 每個人物之間的對立立場 以及他們的衝突點在哪裡 而且看書名就知道 我們去看他的主題 我們就知道他牽扯到的故事層面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雖然都比較科幻 但是他們的作品風格卻截然不同喔 他們兩個故事呢 一個是探討政治的黑暗面以及政治的陰謀 另外一個呢 是在講日本警察對於當下的情況的不滿 兩本書的作者呢都當過劇本的編制 也拿過很多獎 對於畫面的描寫呢他都拿捏了恰大好處 都非常的緊張又刺激 時時刻刻都會覺得主角群的生命受到很嚴重的威脅 如果你是喜歡科幻類或是 像我個人對不對比較喜歡 日式那種鋼彈那種題材的作品的話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喜歡那類激戰類的題材 那我覺得這兩本書呢會非常適合你喔 好那我先來介紹兩位兩本書的作者吧 《種族滅絕》呢是高野和明在2001年推出的小說 他當時推出的時候掀起了一股旋風喔 先是在各個競賽中得獎 而且再來又被翻成很多種語言 而且在每個國家的媒體也大受好評 就連牧村拓宅也稱讚你再不缺口喔 缺口日本當紅最強明星都強力推薦 你還在等什麼 什麼怎麼不是AKB48推薦 你能夠想像這麼甜美的明星拿這種烏一八黑的書嗎 但我沒說 高野和明呢曾經到美國學習過 一系列跟電影有關的教育 像是編劇以及劇本創作 他又習慣將日本的推理風格 結合美國的科幻驚悚 所以我個人比較喜歡這本書 他特別打中我的胃 而且他的劇情又非常的緊張 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歡這種 他們故事那種循序漸進的表現手法 他讓我慢慢的了解故事的真相 有一種會讓人一直想看下去的感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女王大人也很喜歡這本書 他只花短短的一個禮拜 就快要把這個幾乎五百多頁的書給啃完了 這太誇張了他喜歡美國的那些 他很喜歡科幻驚悚片啊 所以他真的非常的尬意 OK那我們再來再介紹下一本書吧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 《基隆警察》 作者是月春樂衛 那月春樂衛呢 本身他參與過很多動畫腳本的製作 像是那個 像是那個 黑色天使少女革命 天下無用 是天下無用吧 對天下無用我相信 我這輩子有在追那動畫一定都不陌生 哇 順便暴露自己的年齡欸 後來他由編劇轉直成全職作家 那基隆在你就是他的處女作 而且他處女作一出來 就打出了亮眼的成績啊 先是獲得了SF大賞 隔年他的系列作又獲得了 極酸音質新人賞 也說真的不愧是日本的作品 機甲跟警察到處飛 在故事當中 日本的警察一出門就是開鋼彈 不對啊 全世界開的都是鋼彈 不過很意外 帥哥本身對這個題材 反而比較能感一點 你一定想說 欸你不是很喜歡鋼彈嗎 為什麼反而這個題材你比較能感 應該是他的武裝展示方式 並不是我買單的類型 不過他也是一本好書 如果說你今天是非常喜歡 日本警察跟科幻結合的作品 那這本書真的很適合你 書的大略我就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再來細談 他裡面的書的內容跟角色啦 因為這兩本書的故事都比較硬派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衝突事件的發生 那這兩本書的世界觀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他們人物會出現矛盾的出發點 都是因為對上級的不滿的關係 他在劇情的敘述風格呢 採用多重視角進行交換 這感覺就比較像美邁 我個人就比較容易接受這種敘述風格啦 因為他可能一個角色演到一部分 一個角色演到一定的程度 會跳到另外一個角色 然後必須要連貫起來 他故事的敘述風格呢 會屬於比較像是 有點像美邁的跨看事件 我不知道這麼講 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之前有做過一隻美邁說明的懶人包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何謂是跨看事件 他是用多重視角去完成這個故事 那這種敘述方式有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真的很清楚知道 故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也可以 你可以真正有更多的時間去品嘗一個人物他的情感 如果說我今天是貧富直樹的去講一個故事的話 可能會忽略掉很多細節 那像這種交叉模式呢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故事細節跟內容 像是民族大戰 誰不想要兩個視角看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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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種族滅絕呢 他的故事視角就比較著重在於 兩位主角 耶格和燕仁 燕仁 基隆警察他的觀點就比較多元了 種族滅絕呢 他有一段故事就非常的吸引人 就是 主角耶格他有一個兒子 他兒子罹患了一個很罕見的疾病 那這個疾病呢 時時刻刻都要他孩子的命 而且要花很多錢去救他 那 耶格是一個很厲害的傭兵 他可以去處理很多棘手任務 替他賺大筆大筆的醫療費 但有一次他的 在故事發生的時候 他的孩子已經病危了 那 這時候需要更大一筆資金 才有辦法救他的孩子 這時候政府就給他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叫 聶莫西斯計畫 那 至於耶格要不要接呢 因為他可能去接這個任務去執行的過程 他還來不及回來 他兒子就死了 也有可能任務完成之後 他來得及救他的兒子 這段中間有一段故事 他是挺糾結的 最後還是選擇救自己的孩子 沒辦法 你這個就跟買樂透一樣 你有買就有 沒買就沒有 所以他後來就 決定去執行這個 聶莫西斯計畫 好難念啊 而任務內容就是 但是耶格必須跟其他傭兵 前往部落衝突很嚴重的鋼果 去把一個 呃 去把一個部落殲滅掉 同時還得殺掉一個 就一個特殊的新物種 可是在進行任務訓練的過程當中 耶格發現這整個過程跟氣氛 越來越不對 好像有什麼事情 對他們這些傭兵是不利的 我們現在把故事切換到另外一個主角身上 他是日本藥學的研究生 古賀炎仁 炎仁呢 他對自己的未來並沒有什麼規劃 簡單來說 他在故事剛開始的時候 是個昏昏惡惡惡過日子的人 只要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 跟他感情不是很好 父親死亡的消息 才對他人生產生巨大的變化 所以他父親的死去呢 他決定去了解他父親 他這位神秘的父親生前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怎麼會跟自己的兒子有這麼一大 就是會有這麼 生疏的距離 那 他拿到父親給他的信 隨著信件呢 是電子郵件 炎仁呢 他說他爸給他的電子郵件 他隨著電子郵件的內容呢 他找到一些線索 他去了解一些事情之後 他找到一台筆記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他打不開 裡面有機密的內容和資料 可是他拿到筆記型電腦之後呢 警方就找上了他 警方在追...追棄他 因為其實警方呢 跟政府也想要那個筆電裡面的內容 而我們的炎仁就是男主角 他就開始逃了 因為他有印象中 他爸跟他說過 這個筆電裡面的內容呢 絕對不能有第三個人知道 可是當下他又打不開 所以他只能先選擇把筆電拿走 整個人逃出去 開始過了逃亡的生涯 他逃亡生涯當中呢 他想更了解他父親生前所做的研究 那他也到了他父親的實驗室 所以他到了實驗室之後 他才發現他父親在研發一種新的藥物 那... 炎仁就想要完成他父親的研究 繼續做下去 可是他發現他卡住了 一切一切解決 就是他卡關了 想要破除這卡關的關鍵 就到筆記型地牢裡面 那沒辦法啊 炎仁打不開啊 所以他勢必得找第三個人幫他 大致上這就是兩位主角他們不同發生 就是在故事裡面 然後不同的地方發生的故事 這樣聽起來你會覺得 傭兵跟博士好像本身是沒有任何關聯的對不對 欸我一開始也那麼想 可是故事越讀到後面會發現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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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越看到後面你就越清楚了 由於故事是循循漸進的方式在敘述 有些時候呢 畫面也會在第三個人事上 比如說美國總統 或是其他人等等 但是主要的故事還是 落在 呃... 爺格和炎仁身上 雖然說故事會跳會切換 但是你不會看不懂 而且你不會覺得很亂 反而是我覺得他整理得很 很順暢 人用這種方式還可以更清楚知道說 欸同時這... 同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應該這麼說啦 如果說你覺得看美麥的跨看事件會覺得很累的話 那種族滅絕他的故事敘述方式 不會給你這樣的壓力 而且透過他這種敘述方式呢 我可以更清楚知道他們每一個角色的 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像我就很喜歡他其中一段的敘述方式 就是主角耶格他在進行守成戰的時候呢 作者就把故事的視角放在一個小兵身上 他是一個進攻的小兵 這個士兵他的身世背景也很特別 家人因為拒絕參加 就是... 國家政府給他的前線命令 而遭到擊殺 擊殺 他也看過他的朋友企圖逃跑之後 遭到爆頭的命運 簡單來說 他就是經歷了這一切 他活在恐懼當中 他沒有任何的選擇 他只能選擇服從命令 他就... 帶來這種心情上戰場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子敘述就... 很有趣 我們... 因為這... 就感覺就是... 這感覺就像是 你永遠沒辦法想像一個開薩克的人 他... 他到底在想什麼對不對 我們永遠都只知道開鋼彈人很厲害 可是你永遠沒辦法去想像開薩克的人 他們到底是背負著什麼樣的故事上了戰場 種族滅絕他的專業知識很多 而且你在看的時候絕對不會無聊 同時他還伴隨著就是 美國的真實歷史事件 來進行故事的推移 是... 我覺得看完之後你可以長很多知識啊 小知識 在非洲鋼國的衝突那段故事裡面 他講了美國政治、軍事 以及那個... 自由知識 還有進化論 其實講得非常的詳細 而且還蠻清楚的喔 這邊我就不報了 因為他本身屬於那個... 懸疑小說 萬一我講得越多他就會越不精彩 果然還是自己細細品嘗比較有驚喜的感覺 如果是你現在聽起來 你覺得有一點點心癢癢的話 我給你一點提示 你可以先去Google找一下赫茲曼報告 嘿 你看過那個報告之後呢 就那些事情 你去瞭解一下這個東西 你再來看種族滅絕 你會更容易進入狀況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位喜歡美國科幻 或是...好萊塢那種 層層環環相扣的... 槍戰場面的... 玩家、觀眾 那...這本小說就... 很值得你去參考 欸 其實我覺得我對於... 種族滅絕的喜好 好像讓我有點忽略了 痾... 基隆戰警 沒辦法 因為我個人真的是... 比較喜歡種族滅絕啦 不過說實話啦 基隆戰警也是一本很值得閱讀的 如果特別是你喜歡基戰類 你可以看到警察們或是... 或是非警察的人 整天開著鋼彈在那邊飛來飛去有沒有 畢竟他可是日本警察 開著鋼彈打壞人的故事啊 這邊的話我要先提到他的世界觀 因為他們... 他是定義在比較... 科幻未來的世界 所以... 在那個年代呢 犯罪者的... 行動模式以及... 犯罪模式都已經有些改變了 他們都會... 呃... 嘖... 開著鋼彈出來 咳...不是鋼彈 是...是機甲 不好意思我... 其實我覺得可能... 跟... 金爆危機比較像嘛 不過金爆危機我自己是沒看 所以...不好說 還是... 哇這次影片一直被... 被鋼彈亂入耶 不好意思我要克制一下啦 在他的故事當中 之前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因此日本警察成立了... 警視聽特殊部 這個特殊部隊呢 他本身是不對外公開的 而且他們同時還擁有最先進的科學配備 基隆兵 而一般犯罪者呢 都會稱呼這些基隆兵為基隆戰警 就切到我們這本書的主題啦 沒錯的 其實這些基隆兵的駕駛員呢 他並不完全是警察 他們有些人是傭兵 有些人是別的職業等等的 他是...呃... 政府透過全世界 賽者出來最優秀的精英 挑出來然後來開基隆兵的 所以警察本身 就是正規警察 反而不是那麼喜歡他們 這感覺就像是...呃... 原本迪克少年泰坦做得好好的 可是突然之間 蹦了一個Demian出來 Demian一出來之後 自己又組了一個新的少年太太 然後還找了一些 原本不是很受歡迎的人 像是... 像是那個小顧啊 Demian的爺爺啊 或是一些... 原本可能是反派 但是很厲害的很角色 然後他後來又收編了 蝙蝠女巴巴拉等等的 然後又自由自在的 進出蝙蝠俠的設備 有沒有... 迪克一氣之下就跟傑森斯分了 這句話絕對是女王寫的 而基隆兵呢 他們只有三台 分別由最優秀的三位駕駛員 進行輪流的駕駛 一個是浪進天 隨著任務完成之後 人就會從好友... 就會從隊伍群面 憑空消失的日本傭兵 茲俊之 另外一位叫尤里 他原本是莫斯科的警察 後來被誣陷成了罪犯 最後一個呢 是退出了艾爾蘭恐怖組織 現在在全世界被各方面人唾棄的女子 來殺 基本上呢 基隆兵就是由他們三個人來駕駛 至於是誰成立的這個神秘組織呢 基隆部隊的部長呢 就是一位叫沖金群的男人 他是一個聰明絕頂 而且過去成名 然後非常喜歡自由的男人 嘖... 怎麼感覺有點像雲之守護者啊 雲圈也是你 故事一開始呢 從一通已經串通好的電話開始 呃... 有人報警說 在一個廢棄工廠 看到了... 詭異的人 跟動靜 有人發現三名亞洲外國人 持著槍在一個廢棄工廠行動 而過去的巡邏警員呢 全都被擊斃了 其實是這樣子啦 那個警員到了現場之後發現 這群人根本不是拿槍 根本是開槓彈啊 呃... 掉箭了... 他們攻擊完警察之後呢 馬上開始四處逃窜 並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 最後還有一個... 呃... 最後他們逃到地下鐵去 然後抓住了一台車 威脅上面的人 最後日本警察特別行動部隊 以及基隆部隊都到了現場 SAT和基隆部隊呢 雙方的理念跟想法都有分支 所以... 他們在相處跟合作上充滿了不愉快 不過呢 他們最後還是擬定出了一套作戰計畫 由SAT的機甲部隊呢 進行攻堅 而基隆部隊在後面進行埋伏 但是情況不對 當基隆部隊發現 欸...好像整個氣氛怪怪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SAT損失殘重 而且其中一名罪犯還被... 尸首打死 然後最後兩名逃犯還逃走了 最後雖然人質都很安全了 但是因為這次的事件 SAT跟基隆部隊的關係就更差了 其實從基隆警察當中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警方就是... 呃... 警察體系的機制呢 有一些問題 跟矛盾點的存在 被這本書點出來 而警察對於基隆部隊這種 新成立的組織呢 有很多不滿 而且有很大的敵意 這也是一個很... 很有趣的看點 而基隆戰警員他有一段故事這麼演 有兩位原本在單位面服役的... 警察 他們到一個小吃店吃飯 那吃飯的時候 其實... 老闆娘不怎麼搭理他們 呃... 他們雅伯不是很在意 就開開心心的吃飯 可是突然之間他們學弟來了 那這位學弟原本是很... 憧憬這兩位學長 呃... 他是很... 憧憬這兩位學長的 甚至原本是因為這兩位學長的關係 呃... 應該是一位學長的關係 他才選擇來當警察 但是後來在... 呃... 一些巧合的情況下呢 學長被邀請去了... 特殊部隊 特殊部隊 所以... 被學弟他們視為叛徒 他不願意跟學長同桌吃飯 甚至還要趕他走 可見特殊部在警察區裡面 他們受到的霸凌程度 是非常的... 嚴重的 基隆警察呢 他作為一個... 他實在是一個系列 這是第一集 他比較著重於在 琢磨每一個不同角色的 情緒發展 所以... 如果真的要看進一個角色 目前看下來是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 他後面還有三集 我們可以很期待後面的故事 清楚交代他們每個人物的... 內心世界 想法 其他之後會對所有事情所做的決定 小說本身對於鋼彈打架的畫面 迅速非常的精彩而且細膩 我們可以很容易有畫面 就是... 知道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 唯一的確定就是 警方開了機甲 跟我的... 電波搭不上啊 如果今天開是Diva 就沒問Diva那種 不是開Diva 就是開Diva那種 就沒問題啦 如果說你今天是個喜歡警察 或是機甲 或是政治黑暗題材的觀眾 那這本 基隆警察就非常的適合你 雖然... 雖然我個人比較喜歡種族面具 有點偏心 但是... 說真的 我... 基隆警察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一本是在敘述人類存亡之際的驚悚小說 另外一本呢 為機甲 或是機線大戰等科畫迷 量身打造 不管是種族滅絕呢 還是... 基隆警察 都是相當值得閱讀的作品 好 以上就是這次我對這兩本書的一些 簡單的心得分享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 下支影片再見喔 下支影片 就會把基隆警察再來三集給看完喔 OK 下次見 See you 沒出來 See you 影片最後提醒大家這次也有抽獎活動喔 歡迎到我的粉專進行留言並且分享 就有機會抽中YouTube文化提供了 這次介紹的兩本書喔 影片下方我會附上抽獎文章的連結 那麼祝大家好運喔 See you